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收看亚洲新闻 我是主播王荣生 那如果你想获得更多关于亚洲的时事新闻 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 马上带您来关注今天的亚洲新闻 封锁令或让中国GDP损失3% 那多家机构发布调查显示 北京政府正在经历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冲击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家估计 全国各地实施的严格疫情封锁 可能会导致北京政府每月损失至少460亿美金的经济产出 那这会导致中国今年GDP损失3%以上 那如果有更多的城市收紧疫情限制 那么影响可能会翻倍 经济学家就指出 如果中国多地像上海一样实施严格的管制政策 要求居民留在家中不得外出 那么北京政府可能会花费两倍的费用 来维持这个政策 调查就认为 现在中国各地大量的卡车位置数据显示 中国的物流活动和供应链 已经因为封锁正在承担压力 野村控股的经济学家本周表示 高传染中共病毒疫情的爆发 正在让中国经济面临着 有记录以来最糟糕的前景 那彭博社就引用香港中文大学的报告指出 行业预计仅在上海一地 如果严格封锁不能在短期内解决 就可能会导致今年中国的GDP减少4% 那如果中国的北上广深四大城市都被避封锁 全国的GDP将下降12% 北京如果在今年像大流行初期一样 对全国范围采取防控手段 那么经济可能会衰退50% 那高伤就认为 目前中国全国已经有占据GDP 产出约33%的地区 实施了部分或者全盘封锁的防疫措施 那另一方面 行业也指出中共政府发布的经济统计数据 可能存在严重水分 在2020年的第一季度 国际业界预计中国的当季度GDP 下降了19% 而中国公开的数据为下降6.9% 那在3月29日 中国贺皮苏发布的另一份报告就指出 由于受到新冠疫情拖累 中国制造业等行业的活动 也在今年第一季度受到了明显的影响 该机构在3月份上旬 调查了4300家中企集团 初步发现 企业的零售业务收入和利润增长率 同比下降两位数 招聘活动也在放缓 调查也指出 总体而言 北京政府对经济重大刺激的措施尚未出台 那而企业借贷速度 已经降至中国贺皮苏10年来的最低记录 李显龙说 中国不会因不疏远俄罗斯 而在区域内付出政治代价 那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周三 出席华盛顿智库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对话时 协会会长哈施在主持时间问道 中国与战争发动者的关系如此密切 而乌兹战会否让中国省私 并且在区域内付出政治代价 李显龙就认为 乌克兰的情况给中国出难题 如果可以这样对待乌克兰 东南部的顿巴斯可以被当作是非地 那中国国土上非汉族的聚集地呢 那至于制裁的问题 李显龙则从世界乡乌依存的角度来看 大国采取制裁措施 会导致另一个国家 面对实际的经济后果 但是换个角度 如果美国切断中国的联系 以为反正自己在中国 没有相等规模的存款 但实际上两国的经济密切相关 中国是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 是许多美国公司的生产基地 阶段关系反过来也会伤害美国 李显龙就说 事实上中国采取了自己的立场 而中国认为他人在请求 中国帮忙解决俄罗斯造成的问题 中国给的回应是 解铃还须细铃人 那李显龙就解读 换言之你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 李显龙在回答另一个 有关全球化的问题时也说 如果你说你打算把中国完全切割出去 你打不死它 而你自己也会受重伤 他重申 中国发展的动力巨大且不能阻挡 你可以尝试阻挡他 拖慢他 这样你可以为自己阻绝一些冲击 但也设定了一个会持续很长时间的麻烦关系 你也可以尝试和他合作 让他融入国际体系 你和他都从中获益 慢慢的 你希望一个建设性演变会发生 那另一方面 李显龙也强调自己不是北京的俄语者 谈到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辩论 李显龙认为各国不可能走回头路 大家仍需要国际贸易 但也需要设立机制来确保伙伴间的互信 并且留有荣誉以预防贸易线失效 美国需要把制造业带回国 同时避免导致保护没有经济效益的企业 那新加坡则要保护自己是可靠供应链里的一环 他说世界不再有一个能让对手 敌对方 竞争者合作的机制 而这原本正是大家创造共赢的机制 李显龙说 现在是要分出输赢 你要把对方打倒 修理他 摧毁他的经济 这样其他国家要如何继续合作 不沦落 无序 自给自足或无政府状态 新加坡非常担心这一点 因为我们需要全球化 维持生计 换个焦点 巴基斯坦议会能否推翻 英姆兰汉 那随着巴基斯坦总理 英姆兰汉在国民议会 议会中失去多数席位 他的政府命运将被信任投票所摧毁 以沙赫巴齿 谢里夫为首的反对派声称 那将于收视对信任投票进行讨论 并表示其拥有多数席位 足以推翻英姆兰汉和他的政府 那同一民族运动党 已经决定与共同反对派结盟 以支持其对总理 英姆兰汉的不信任动议 根据最近的数据 在177名议员的支持下 反对党目前在国议会中 拥有足够的代表 不再需要英姆兰汉 所在政党的分裂集团的支持 而政府只拥有国民议会中的164票 赏不清楚这些数据 是否会在未来几个小时内发生变化 那此前 被称为BAP的比露兹 人民党宣布脱离执政联盟 加入反对党 需要注意的是 统一民族运动党拥有7个席位 比露兹人民党拥有5个席位 那与其同时 巴基斯坦媒体报道称 比露兹人民党的一个席位 将进入政府席位之中 因此可以说 伊姆兰汉失去了11票 这是反对派赢得选票 以将他赶下台所需要的票数 那在周一的会议上 国民议会反对党领袖 和穆斯林联盟领导人 沙赫巴茨谢里夫就说 委员会认为 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汉 已经失去了巴基斯坦 国民议会大多数议员的信任 因此他应该停止任职 那目前赏不清楚 星期四的会议 是否将讨论撤销信任草案 那还是也将就草案进行投票 那正如巴基斯坦报纸 国际新闻报所说 会议定于3月31日举行 讨论并可能投票 决定总理的命运 那与其同时啊 随着双方达成政治协议 而不断采取行动 政治冲突进入了最后阶段 巴基斯坦的舞台 显得更加复杂 虽然反对派正在讨论 有足够的选票来推翻伊姆兰汉 但后者正在采取一些措施 以可以确保他在投票中获胜 那在最新的事态发展中 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宣布 将支持总理伊姆兰汉 此前伊姆兰汉昨天向 乔杜里·佩尔维茨·埃拉西 提出了庞泽普省总理的职位 那以代替上周一提交辞成的 省首席部长奥斯曼·布兹达尔 那据巴基斯坦黎明报报道 该党对伊姆兰汉的支持 被视为重燃了 他拯救政府的希望 那佩尔维茨·埃拉西就告诉 敦亚新闻说 不信任投票将失败 那反对派似乎对推翻伊姆兰汉的能力 充满信心 伊斯兰学者协会负责人 拉赫曼周一就表示 总理伊姆兰汉应该被列入 旅行禁令名单 这样在对他的不信任动议成功后 他就无法离开这个国家 土耳其在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平衡极限 那在一个多月前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袭击的第二天 土耳其总统雷杰普、达伊普、艾尔多安 批评西方国家称 北约和欧盟没有采取坚定的立场 来阻止俄罗斯的袭击 那事实上 对于土耳其政治话语文献来说 这种对西方的批评并不新鲜 可以从土耳其与西方关系中 积累问题的角度来理解 然而在乌克兰战争中 这似乎与土耳其在这场冲突中 寻找采取的平衡立场 形成鲜明对比 那随着西方 在遏止俄罗斯方面的作用不断加深 安卡拉巩固这场平稳的立场 难度就增加了 那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 拥有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军队 该国还与莫斯科和基辅 有着密切的关系 此外土耳其是俄罗斯通往地中海的门户 也是西方通往黑海的门户 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土耳其在这场冲突中的地位 对俄罗斯和西方而言都非常重要 那他的地理位置越是重要 其对双方的地缘政治越重要 那么当土耳其难以在双方的利益之间 保持微妙的平衡时 对他而言这就成了一个问题 那与其同时 土耳其还拒绝参与西方对莫斯科实施的制裁 那安卡拉目前正在莫斯科和基辅之间 进行调节努力 那目的是结束战争和达成政治解决 安卡拉与其西方盟友之间存在很多问题 此外美国一直拒绝土耳其引渡反对派人物 费图拉居伦的请求 美国在希腊的军事存在增加 也使两国关系更加紧张 那当前乌克兰冲突为土耳其和西方 从新的角度重塑关系提供了机会 一方面实施了西方加强对俄罗斯威慑政策的目标 另一方面他为土耳其管理与俄罗斯的关系 保留了可接受的活动余地 那到目前为止 土耳其仍然能够平衡冲突 但随着冲突持续时间越长 其回旋余地越窄 俄罗斯与西方的对抗升级 制裁的使用范围就越来越大 那此外 华盛顿向安卡拉斯亚 要求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五轮机 这给土耳其及其与俄罗斯的关系 带来了一些根本性风险 特别是如果战争演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代理人冲突 那可以说 西方对俄罗斯施加最大压力的战略 如果真的能够加速战争的结束 和冲突的政治解决 将符合土耳其的利益 但这种可能性的迹象似乎非常微弱 那土耳其试图通过与俄罗斯进行对话 以推进和平进程 来证明他的国家在冲突中的平衡立场是震荡的 鉴于这场冲突中 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 限制了安卡拉在其中发挥调解作用的能力 坚持调解作用的动机之一 是巩固其在危机中相对中立的地位 那安卡拉就认为 这场中立限制了冲突对其的影响 那无论是在与俄罗斯的关系层面 还是在与西方的伙伴关系层面 鉴于土耳其调解努力可能失败 安卡拉将发现自己面临两大困境 保持中立可能会使其长期利益边缘化 并影响其与乌克兰和西方的伙伴关系 减入冲突将使其与俄罗斯的利益面临巨大风险 那基于此 土耳其天平的主要功能 似乎是避免这两个困境 俄罗斯喊停卢布支付天然气 欧洲占不断气 那莫斯科方面3月30日突然宣布 不会立即要求西方国家 以卢布支付天然气账单 而且会逐步转换支付方式 那逐渐扩大卢布支付的出口贸易范围 那同一天 德国政府发布了天然气短缺预警 以防俄罗斯突然切断供器 那克里姆林工发言人佩斯科夫 3月30日对媒体表示 绝对不会发生在4月1日 就只能用卢布购买天然气的情况 他强调支付及供货方式的变更 是一个废时的过程 不过俄罗斯国家杜马议长瓦洛金 威胁欧盟说 想要俄罗斯的天然气 就必须用卢布付款 石油 穀物 金属 化肥 煤炭 木材等出口物资 也将很快切换至相似的支付方式 那佩斯科夫点评说 瓦洛金的提议肯定会进一步酝酿 3月28日 西方七国集团刚刚宣布 拒绝用卢布支付俄罗斯能源账单 当时俄罗斯一名政府发言人回应说 俄方将不得不对西方断气 那因应莫斯科的断气威胁 对俄罗斯天然气依纯度高达55%的德国 3月30日根据应急预案 发布了天然气短缺早期预警 德国联邦经济部长哈贝克在柏林表示 发布预警系统预防性措施 必须强调的是 公器安全还是有保障的 哈贝克就强调 目前站位出现公器紧张 但是我们必须加强预防措施 以防俄方激化局势 他透露 德国联邦经济部已经设立了一个危机应对小组 负责评估天然气供应形势 那以便在必要时采取 进一步提升保障能力的措施 联邦经济部还要求各天然气供应 广网运行 相关企业定期向德国联邦政府提交刑事评估报告 那并且在现阶段采取基于市场规则的措施 保障供应 那经济部就指出 基于市场规则的措施 包括充分发挥采购测的灵活性 动用天然气储备 优化输气流线 那值得注意的是 德国经济部的天然气短缺应急预案中 并没有提到 在进入最高级别的紧急状态时 究竟哪些行业的工商业用户被优先断气 那德国联邦网络管理局向德广联透露 目前正在和工商业以及能源业代表 进行相应的洽谈 新闻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 中国为mRNA疫苗亮绿灯 那上海市政府3月29日发布 上海市全力抗疫情 助企业促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其中提到支持新冠疫苗进口 格外引发关注 那该通告就称 上海市支持新冠病毒疫苗和治疗药物进口 引导支持企业参与抗疫应急能力建设 做好后备医疗资源储备 那同时表示要支持疫苗快速检测试剂 特效药物等加快科技研发和产业化 对疫苗药物诊断产品的研发及产业化 给予资金支持 帮助相关企业加快产品审批进度 推动疫情防控 创新产品快速形成有效产能 注册上市和投入应用 那文件出台后 外界就揣测并解读 上海或将领头对外国mRNA疫苗进口亮绿灯 那根据中国第一财经报道 复兴国际执行董事 联席CEO陈其宇 3月24日在在线的业绩说明会透露 由复兴医药和德国BioNTech合作开发的 mRNA新冠疫苗复辟态 在中国内地上市的审批工作 仍在积极沟通中 那截至目前 中国尚未开放任何一款mRNA疫苗上市 新冠疫苗接种以国药 及科兴两款国产的灭活疫苗为主 根据Our World in Data统计 截至3月24日 中国共计域12亿人已完成接种新冠疫苗 疫苗覆盖率85.91% 追加剂方面 每100人当中约46人已施打第三剂 那今年2月底 中国国家卫健委及控局 宣布开放以接种国药科兴两剂 且符合条件者 第三剂可选择自非龙科马的重组蛋白疫苗 或康希诺的腺病毒灾体疫苗混打注射 那中国国产疫苗效力受到许多质疑 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 去年12月一份研究表明 施打三剂的科兴疫苗 并不能足够生产抗体水准 那以对抗奥密克戎变异株 那香港与澳门使用的新冠疫苗 为科兴及复兴引进的复辟态 那日前香港政府公布 部分新冠病毒死亡率 与患者施打疫苗的数据 结果显示 打过一剂及两剂复辟态的 新冠确诊患者的死亡率为3.44% 及1.51% 都较科兴的5.83%及2.95%低 那香港明报就报道 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 刘宇龙当时表示 分析时要考虑不同年龄层 打两针的比例 那长者多数打科兴等 不能简单对比 而中原院生医所兼任研究员 何美香则向德国之声表示 日前香港一份研究显示 那在预防感染方面科兴表现比MRNA疫苗差 但第三剂在预防重症跟死亡方面 至少在现在短期内看起来 效果跟MRNA差不多 那科兴也许没有想象的那么不好 何美香就指出 打疫苗是要减轻重症跟死亡 尤其第三剂就是为了对抗变异株 现在疫苗的技术 从未来的角度看来是很落后 跟不上变种 当前疫苗产业的研发方向也在于 是否能找到方法让追加剂能更快施打 缩短间隔时间 那上海是否将开放进口新冠疫苗 目前尚未有进一步消息 对此何美香就表示 上海毕竟是大城市 若进口新冠疫苗 着眼于大城市需求 可以理解 那目前中国有多支MRNA国产候选疫苗 正展开实验 路透社就报道 进度最快的领跑者为ALCOV 是中国目前唯一进入大规模第三阶段 临床实验的国产MLNA候选疫苗 不过美国商务部去年12月 将中国军事科学院 军事医学研究院 添加到限制其进入美国出口的 贸易黑名单中 那目前赏不清楚 这是否会影响ALCOV的发展 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亚洲新闻的全部内容 我是王荣升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